一点克武良田 虽然他们知道 根种田地的收入很低 但是他们并没放弃在土地上的牢筑 老婆了 你认为这个种田累不累人 累人是吧 你种了多少田地 六生地 六生地没有种那么多是吧 你现在是从地里回来的 是吧 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好不好 好 好在哪些地方呢 好在快活些 快活些 为什么说你感觉到快活些呢 人家不是说种田很累人吗 那时候有点累 有点累 看得像 看得像啊 在中国农村 有许许多多像老人这样的普通农 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 有吃有穿 就知足常路 不知为什么 看了老人的样子 和听了老人的话后 我们感到有点心山 观众朋友们 你看了后是一种什么之外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交流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原知原味原生态 相去相愁相野情 欢迎来到相野威视 今天我们到湖北农村采访一位90岁的老人 夏老人好 你今年高瘦啊 90岁 90岁 这个你是参加了抗米燃潮的老兵是吧 是 那么在你的眼中 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现在的农村好不好呢 好在哪些地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现在这个农村的楼筒呢 口底会有点正确好 没起下来 起下来什么 起下来什么 就是没有贫困护士这个意思是吧 对 还有哪些好距离观察到的 或者说是哪些变化对比以前 还是变化大的 那我们这里的房屋都还是头转的 现在还是清张的 农村的 现在不用水车 不用水车 用鸡盖 还是鸡盖 农业种田也是鸡盖是吧 都是鸡盖 那时候公粮现在不叫公粮 不叫公粮 国家还八百多 国家给钱 不然的话 明年种田 不到明年的荣 现在国家不要荣 还早就好得离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小子 往我里的三层 我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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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交通好了是吧 夏老 你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提几点希望呢 好不好 我好提 我好提 现在的人学智慧 你看哪个青年啊 不在农村 不想呆在农村 想呆在农村 想呆在农村 又不好好读书 就是要好好读书 你告个年轻人 读书才有用 那你的意思就是告诫现在的年轻人要好好读书 这样对国家才报国 夏老还说出了他藏在心中的一个最大的忧虑 国家主任先生一个某些问题中还不想生 教人 教人 对 你还想一个要让 一千六块 一千六七千六 是不是 你生的没收得了 对 不想生的道理 国家说这个政策不该的话 那么国家主任人都不要紧 哪里不能走 想哪个人还不生 好什么人啊 把鬼 你没有人哪个报鬼 对对对对说得好 你看现在 他不想生 对 这是一个担忧 确实担忧不是真假的 观众朋友们 你认为夏老的担心有道理吗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交流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